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比较逼逼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款产品 这个是萌马的小马300加 HDMI无线图传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意儿啊 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跟我们说过的这个无线的麦克风 和无线的耳机一样啊 就是可以摆脱这个线材的束缚 比如说无线的麦克风啊 以前我们要用麦克风的时候 就必须要连接一根线 但是有了这样的无线的麦克风的话 那么你的收音的对象的话 就可以到处走 那你也可以收到声音 无线的耳机的话就不说了吧 对吧 你就通过蓝牙就直接可以连接到你手机上 你不用每次再取出来 你还要把这个耳机线解开啊 就方便很多 那么这个HDMI无线图传呢 到底也是一样的 我们以前使用这个HDMI信号的话 就是一定要连一根线连到输出端 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监视器 比如说宁家威 对吧 它旁边是有这个HDMI的线 那我们在相机上去使用的时候呢 就需要从旁边的这个HDMI线输出 一端连到这边 然后另一端连到这个HDMI的输入的接口 所以呢就是这样去使用了 所以为什么要用无线的方式去使用HDMI呢 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 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拍摄端 是在不断的移动的 但是监看端的话 比如说可能导演 他会坐在那个地方 看刚刚相机所拍摄的画面 那你需要一个无线的监看 会更加方便一点 因为相机是在不断的移动的 但是监看的时候 一般是某一个人坐在那边 通常是这样一个场景可能会需要这样的无线的突传 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这个云西的这个直播的盒子吗 直播盒子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有HDMI印 就是有好几个这个HDMI的输入端 这个直播盒子呢 正常来说我们都会做一些静态的直播 就是盒子放在前面 然后往相机来拍摄我们 但是呢 由于他有多个这个HDMI的输入接口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屏幕上去来选择多个输入通道 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像电视台一样有多路画面的去选择 去切换 可以让你的这个直播的视角呢 会更加的丰富 那比如说我们有可能是有一个视角比较宽广的这个固定的机位 还可能会有一个比如说到处去移动的一个特写的一个机位 通过这个无线的图传的话 我们特写的机位就可以把这个HDMI信号无线的输入到接收端 这个接收端再跟直播盒子连接 这样的话就可以到处去走动了 像我们之前就是顾俊老师到佳能店里面去演讲 我当时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无线图传的设备呢 来把这个HDMI信号来传到这个直播盒子这边 是非常的方便的 这套东西的话用起来是非常的简单的 那么一起来看一下啊 它后面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无线图传的设备 所以需要电池来供电 它用的都是这种通用的有索尼的口的电池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上面的话有一个RX就是receiver 还有一个TX就是transmitter 就是接收端和发射端 那发射端的话一般是接在这个相机上的 它这个盒子里面呢 送了这样的一个转换支架 那么就可以拧到这边 那在相机上的话 我们一边都是有热靴嘛 就把这一头插到热靴上 这样固定好 然后把天线斩起来 OK 这样就可以了 发射器的话也是接收HDMI输入的 你就把之前我们用的这个HDMI连线呢 从这一侧然后插入到这个HDMI印这一块 就可以了 然后接收端的话 这边也是有HDMI OUT的一个输出 它还有两个HDMI OUT 所以你就可以接两路输出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显示器 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显示器 这段的话我们也接上这样的HDMI的线 我们可能接一个路基的印的接口 然后给路基加了一个电池 使用的时候非常的简单 它这边接收端和发射端都有一个开关 直接打开 打开以后的话 它旁边是有指示灯 看你是否已经连接 或者是视频的信号 是不是有看到现在的话 它闪红灯说明它没有连接 如果连接上的话 这个红灯就会变成绿灯 如果你连接不上的话 它旁边这边还会有这个Pair的按钮 同时长按的话 它就会进行一个对频 它变绿灯的话 就是已经连接上了 那这个V6视频信号没有灯亮了 说明这个HDMI没有输入 那我们把相机打开 OK 它这边视频信号有一个黄灯 说明视频有输入 那我们再把这个监视器给打开 OK 那么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 已经是一个无线图传的输入和输出了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你就可以在监视这一端的话 加一个这个接收器 然后移动 这边视频拍摄端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随便移动 你可以看到它的画面的延迟 是非常非常小的 用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了 旁边这边的话 如果你想要更改频道 你这边也可以点击这个Channel按钮 来更改频道 因为如果现场的这个信号 比较复杂的话 你可以避免冲突 那我们看到这个发射端和接收端呢 这个旁边是有这个DC 直流电的一个接口 那如果你比如说有一个长时间的拍摄 或者是你有一个别的电源的输入源 那你就可以连接这样的直流电 来长时间的做图传的输出 那么他们里面是送了 这样的一个直流电的电源 你就可以在这边 接上直流电的电源来 长时间的供电 那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其实呢这个无线图传呢 你也可以只买一个 就是只买发射端 接收端可以不用买 它是一个混合的发射 也就是说 其实你只要一个发射端的话 你是可以用手机来监看的 那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他们官方的这个APP呢 是叫这个HollyView 他们点开以后呢 这边就可以有这个选择 他们还有400S 还有300加 连接的方式也很简单 你直接点击连接 这个300加的话 连接方式比较特别 在这个界面以后 你需要点击右上方 它会告诉你 来去看 这个发射端上面有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呢 是在这个位置 它可以看一下 要选择除开前面三位的一个号码 9244BD9 这样的号码 在这边就输入 9244BD9 它如果能够找到这个WiFi的话 它就可以连接成功了 咱们来看一下 OK连接中 如果连接不到的话 可能是因为 这个所谓的Channel有问题 因为安卓手机的话 它的整个WiFi 好像并不是所有的频点 都能支持到 所以你在这边 在这个WiFi这边的话 你看看有没有 那个WiFi的输出的信号 如果没有的话 就说明你需要去 切换这边的频点了 这边有个Channel 你需要 双击 来切换这个频点 然后再刷新一下这个WiFi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OK 我们现在切换了Channel以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HLD的 这样一个编码 就说明的话 这个是萌码的图传的WiFi 我们这时候再重新连接 输入我们刚刚的密码 就244BD9 OK 这时候正常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可以连接到手机上了 终于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是把WiFi连接上了 因为安卓手机 它频点的识别的范围不够广 如果是苹果的手机的话 就直接就可以连上了 所以就是用安卓比较坑了 我们连接上以后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画面 就是萌码的300S WiFi图传的这样一个画面 在这个画面上的话 有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你可以看波形图 亮度图 辅助对焦 斑码线 标记框等等 还有局部放大 都是可以的 还有尾色的功能 单色 甚至你还可以加LUT 你可以自己选择加一个LUT 其实功能是比较强 而且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你也是可以把你所看到的画面 给拍摄下来 或者是录制视频 这边的话就可以录制视频 很多人之前问我说 你怎么去把相机 它所拍摄的画面录下来 其实就是使用类似这样的 图传HDMI输出的设备 你就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可以非常简单的 把你相机所看到的画面 比如说我正在对焦 或者是我切换模式 切换成AV档 你就可以看到 这时候就是相机 原本是在屏幕后方 去显示的这样画面 你就可以给它录制下来 录制完以后你可以回放 它就是录制成一个视频 到你的手机上 你在监看的同时 你也可以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 那我在外面去试了一下 通过这种手机去连接 这个萌马300S 我发现它的这个WiFi图传 真的是非常厉害 就我们那天在测的时候 是在一个商场里面 我让小软从一个很大的商店 就是绕过去 就我完全目视范围内 看不到它的情况下 我使用手机去连接这个图传 它是有信号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强 就是正常来说 隔了一个很厚的墙 或者是有很多的干扰的话 像我之前用过 其他的一些图传的话 基本上都是看不到画面的 这个萌马通过手机 连接这个信号 都能够获得这么好的画面 而且基本上没有断 只会是比较远的情况下 有些卡顿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如果你在拍摄的现场 可能会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它的表现和稳定性 是非常好的 反正你转到那边去 它都没有断 真的吗 我还拍了一段小姐姐 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当然的话 就是因为它发射了 这个WiFi信号 经常会被干扰到 如果你是使用这个接触器 来去使用的话 我在外面也试了一下 就是基本上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 即使在环境非常复杂的情况下 不管是说它视频的响应的速度 还是说画质的质量 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使用这样一套组合的话 你去做无线的直播的第二机位的话 画面的损失是非常的小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样 无线的HDMI需求的话 这个萌马的300s 是我见过的市面上 在这样的一个价位 性能表现最好的一套图传的方式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样手机的图传 它其实是可以跟这个receiver 接收器共同使用的 也就是说你总共可以有三四端 一起来监控所拍摄的视频 那你可能这个拍摄现场 有总导演 有副导演 还有什么跟交员之类的 反正很多人都是可以看这个画面 或者是一些商业的拍摄现场 你可能会想要让客户 去知道你现在相机 正在拍摄出了什么样的画面 那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 就是让你的客户看到 那么萌马这套300s的图传 我就给大家介绍这边了 其实像这种产品的话 它是非常小众的一个需求 所以其实真正需要的人 并不是非常多 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觉得萌马300s的话 是市面上这个价位 我反正用了很多的图传 它的表现是最好的 功能最强的 画面最稳定 质量最好的 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淘宝上自行搜索 好 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